你是我的荣耀番Y89 原来被叫妈妈是这样神奇的一种感觉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乔晶晶睡得特别香 一觉醒来 发现身旁已经没有人了 她知道一定是妈妈们进来把于小乔抱出去了 自从付出以来 她非常庆幸 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支持着自己的家人 身处在娱乐圈之中 她也看过那些家长里短 也知道生活会让爱情磨灭 她却依旧是家里的宠儿 有让人羡慕的老公 有幸福的家庭 乔晶晶起身从房间里出来 就看到了爸妈们正在逗弄着于小乔 大家看到乔晶晶出来之后 都跟乔晶晶打了个招呼 晶晶你起来了 爸妈 你们都辛苦了 于途走的时候也没有叫我 乔晶晶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她今天没有工作 想着让爸妈们休息一天呢 结果自己却睡到这个时候 这几天你们太累了 晶晶 赶紧去洗手吃饭吧 于妈妈拍了拍乔晶晶 然而这一幕却被于小乔看到了 他张开嘴巴就哭了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于小乔的表现让这几位大人有些手忙脚乱 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动都过来哄着他 于小乔哭得眼泪汪汪的 一脸委屈地看着乔晶晶 伸出双手让乔晶晶抱 乔晶晶抱过来之后 于小乔紧紧地抓住了乔晶晶的一脚 这让乔晶晶有些震惊了 之前的时候 小家伙是处于一种来者不拒的状态 谁抱着都可以 他很少对乔晶晶有这种过分依恋的状态 甚至在乔晶晶出门的时候 还会给他挥手告别 可是现在 他竟然对晶晶表现出了这么大的依恋 乔晶晶的内心既是感动又有些心疼 之前的拍摄工作 确实是让他有些顾不上于小乔了 原本他和于途都是轮流在家的 当乔晶晶去忙工作的时候 于途必然是下班之后立刻回家 陪伴于小乔 于途出差的时候 就是乔晶晶陪着于小乔 这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 为了于小乔的健康成长 他们也是有了一些妥协 但是于小乔表现出的依恋 让乔晶晶很心疼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四位老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是有些心疼 他们以乔晶晶和于途的喂养方法 培养着于小乔 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孩子 对母亲的渴望 乔晶晶也是顾不得吃饭了 渗游着于小乔抓住自己的衣服 他轻声哄着于小乔 小乔这是想妈妈了吗 妈妈也想小乔了呢 于小乔挥动着他的小手 刚刚哭完的小脸红乎乎的 他的嘴巴里回应着乔晶晶说的话 母女二人仿佛是在对话呢 乔晶晶笑着 你这个小家伙呀 想让妈妈抱就算了 就伸出小手找妈妈就可以了 你看看你一哭就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吓到了吧 于小乔当然不会回答乔晶晶 只是嘴巴里发出了妈妈的声音 乔晶晶没想到竟然从小乔的嘴巴里听到了这个声音 于小乔看着乔晶晶又大声地叫了一声 这让乔晶晶听得格外清楚了 他非常确定于小乔这是会叫妈妈了 他想要拿起手机给于途炫耀一下 可拿起了还是放下里 这个时间还是留着陪于小乔吧 等他睡着了再告诉于途也不迟 乔晶晶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 原来被自己的女儿叫妈妈是这种感觉呀 太神奇了 也太让人想哭了 太忍住自己的眼泪 他要等于途回来跟他一起感叹人生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